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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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小兵 小小兵是我 就在那天晚上 我看見圈圈你拿起一把刀 往西瓜的中間刺進去 你說老闆要下班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這邊算是要收拾不太好 沒錯!感受到了嗎? 這個就是能夠讓你即時變身的 魔法麥克風 HELLO 大家好 我是圈圈 相信大家也都看到這個 現場即時變身的展示 不要誤會喔 現在這個是我真正的聲音喔 是沒有經過變身處理的 所以不用擔心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與大家分享一個 可以輕鬆讓你達成變身的軟體工具 如果你剛好是直播主 或是想在和朋友的語音通話裡面 增添一點趣味的話 那麼這套工具呢 應該是會對你非常有幫助喔 有興趣的朋友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Let's go 今天要來與大家分享的這套工具 就是由一家歷史非常悠久的軟體公司 iMyPhone 所推出的 Magic Mic這套工具 而Magic Mic 字面上翻譯起來呢 就是魔法麥克風的意思 顧名思音呢 它就是一個神奇的麥克風 這樣可以使你變換各種聲音喔 而且重點來了 它是可以直接用在即時對談之中 話不多說 馬上來看看這套工具 它有哪些功能 並且是如何進行操作的 首先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Magic Mic 它的一個應用介面喔 我們先看到左手邊這一排的 第一個功能 叫做聲音庫 這個聲音庫呢 點進來呢 你就會看到 哇 琳瑯滿目的聲音可以使用喔 卡通的 你也可以變成這個小小兵嘛 那你也可以把它變成是這個 名人 名人有這個 碧陽絲 Belon Mask 馬雲啊 成龍啊 彭底鎖都有 Michael Justin 這個資料的聲音看起來非常的齊全 還有這個恐怖的音效 包含機器人 動漫 等等等等 哇太多了 那我們現在隨便選擇一個小小兵 然後這時候接上我麥克風呢 應該就會有反應喔 我們來聽一下 大家好 歡迎來到 圈圈的頻道 大家好 歡迎來到 圈圈的頻道 大家好 歡迎來到 圈圈的頻道 各位有聽到了嗎 這個就是直接套用 聲音庫裡面的一些素材 即時的進行變聲喔 那如果你沒有聽到聲音的朋友呢 你也可以注意一下 你的左下方這邊 是不是有將聽見自己的聲音打開 這個要打開呢 然後接上你的麥克風 這樣才能夠即時的聽到你的聲音 當然大家也可以看到 你選擇這個聲音效果之後呢 右手邊其實是有這個 音量的控制啊 聲調的調整 聲音的長度跟寬度 這個就應該是做一些 這個角色的聲音微調的部分 好的 效果非常的多啊 其實圈圈覺得比較經驗的是 它可以把男生的聲音變成女生 如果你是女生 那你也可以直接轉成男生 甚至可以轉成任何的聲音 非常的酷非常的有趣 好的再來呢 我們再往下看音效庫的部分 這個音效庫的部分呢 就是你在和對方通話及聊天的過程之中呢 你可以在這個語音裡面 加上一些音效 其實就有點像是綜藝節目 後面不是都會有一些 樂隊或者是配音的老師 他都會在主持人給出一個笑點之後呢 直接播放一個音效 就有點像是這樣子的感覺 在講話的過程中呢 突然間給出一個歡笑聲 或者是當遇到事情失敗的時候 直接給他一個 超級麻利死掉的聲音 當然不只這些音效 音效非常的多種 包含比如說你可以變成外星人的啊 或者是放閉的聲音也有 總之音效非常的多種 它就是可以讓這個通話裡面呢 增加一些氣氛的感覺 那再來呢 大家再往下看這個語音表情包呢 其實也把它歸列成氣氛音效的部分 因為它是可以直接 播放一個罐頭的語音聲音 有點像是這樣 如果你熟悉呢 你就會知道這個是川普的聲音 所以這個跟剛剛的音效庫呢 其實是大同小異的 只是這個是有人在說話的感覺 好的以上三種呢 基本上就是這套Magic Mind的主要的應用 那當然有一些朋友可能會好奇 欸 全全 那我可不可以做自己的音效呢 答案是可以的喔 這套工具呢 其實它還有一個蠻神奇的地方啊 就是它可以自定義自己的聲音音效 我們直接到右上角這邊打開這個自定義 想要定義自己的聲音要怎麼定義呢 當然就是你必須要先為資料給這套軟體啊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叫做 然後匯入聲音把它點下去 然後點下去之後呢 你只要把你的聲音錄製成MP3檔案 或者是WAV檔 直接把它匯入 你就能夠看到你的聲音呢 出現在這邊喔 那像這個是圈圈把自己的聲音檔呢 直接把它丟進去 那現在這個聲音呢 就會透過這套軟體裡面的AI呢 把你的聲音訓練成一個 你自己的聲音模型喔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匯入自己的 你也可以匯你家的媽媽的聲音 爸爸的聲音 甚至是貓咪 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你好 然後這個是圈圈的聲音 好 相信各位也聽到這個AI模仿圈圈的聲音喔 但是耳朵比較臉的朋友呢 應該可以發現這個AI模仿出來的聲音呢 並不是很像圈圈現在在講話的聲音喔 所以基本上這邊會有一個問題是 你可能必須要準備比較乾淨的聲音 甚至是有經過整理 上次圈圈在之前影片也有介紹過類似的 AI聲音的模擬應用 只是要準備規則 可能要符合這些 才有辦法做出比較像你的聲音 不過圈圈也有發現啊 他這邊的AI應用啊 應該是實時的進行計算喔 所以說如果電腦效能不是特別的好朋友 當你講出一句話 在透過這個AI模型再轉出來的變聲聲音之後呢 這個可能需要花費比較長的時間喔 這個各位就注意一下囉 好的 剛剛介紹的三個呢 都是屬於即時變聲的部分喔 那如果你是想先把你的聲音錄起來 然後再進行後製轉換 可不可以呢 當然也可以啊 這套軟體呢 有兩個方式提供給大家喔 第一呢 就是直接這套軟體 直接錄製 直接進行變聲的處理 我們直接選擇到第四個 聲音模擬器 這個聲音模擬器呢 它一樣有非常多種聲音效果 可以讓你選擇 假設全全要模擬這個 川普的聲音好了 按下開始說話 然後呢 按下這個開始變聲 它就會把你剛剛的那一段 直接轉換成川普的聲音了 轉換了呢 就可以看到開始自動播放了 那如果你要把這一段聲音呢 把它下載下來呢 就是按下右手邊這個分享 然後把它導出 這套聲音呢 就可以拿下來 那再來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直接把你錄製好的聲音呢 直接匯進去這套軟體喔 讓它幫你後製處理 進行變聲 怎麼匯錄呢 大家可以到右下方找到 叫做影音檔案聲音檔 把它點下去 然後接著呢 你就是匯錄你要輸入檔案 輸入檔案可以是這個MP3 WAV 甚至是這個OGG的錄影檔 都可以喔 匯錄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看到有這個聲音的分類喔 把它變成女聲好了 男變女這樣 它直接把我剛剛的錄影的聲音檔呢 直接做一個及時的後製處理 這邊按下導出呢 就可以把剛剛的錄影檔呢 下載下來 好的 再來我們再往下看呢 這個聲音的工作室呢 就是可以做一些聲音的細節微調 不過這部分已經有點偏向 比較專業的感覺了 譬如說 確認來試一下 把我現在的聲音變成這個 頂級的混音喔 我們來聽一下 大家好我是圈圈 又或者是這個 混響 大家好我是圈圈 其實如果你要來 把它當成錄音K歌使用 確認覺得好像也不是不行喔 好的 講那麼多呢 是不是都還沒有提到實際的應用 再來呢 用在各大的 語音軟體的溝通平台 這才是關鍵喔 其實呢 應用上並不複雜喔 大家可以簡單理解為 這套工具呢 其實它就是在你電腦裡面 裝上一個 虛擬麥克風啊 而這個虛擬麥克風的名稱 就叫做 Voice Changer 聲音的改變 像如果我們真的把一個麥克風呢 接上電腦 它都會跳出這個 麥克風的型號跟名稱 那等於現在呢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 虛擬麥克風裝在我們的電腦上面 不管使用哪一種的 語音視訊串流軟體 你只要能夠將輸入的語音 改成Voice Changer 那你就能夠無痛的使用這套 Magic Mic變身工具喔 例如假設我今天要在Google Meet上面 使用小小兵的變身器 和我的朋友聊天 我只需要先將Google Meet的麥克風呢 選擇為Voice Changer 再來我就是打開 Magic Mic的控制介面 再到左上網的聲音庫呢 選擇小小兵 基本上這樣就設定完成了 那如果我想在和朋友通話的期間呢 發出一些聲音的效果 我就直接到音效庫 或者是語音的表情包呢 直接選擇我當下想反應的音效 甚至我還可以透過快捷鍵進行播放 而其他的語音視訊軟體呢 其實應用裸題上呢 都是大同小異喔 不管你是要用在OPS的直播 或者是Discord 甚至LINE的語音通話 總之呢 就是只要你能夠選擇聲音的輸入 你就能夠把Voice Changer 去你麥克風應用上去 好的 看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都學會了嗎 基本上這套軟體工具呢 使用上呢應該是沒有太大的難度啊 而這套工具 它除了可以免費試用之外 其實它還有推出 終身授權方案 因為如果你是使用免費版本的話 部分的聲音效果可能不能使用 不過確定覺得 如果你不是專職的網紅 或者是直播主 免費的版本呢 應該就已經能夠你使用了 但如果你是專職的直播主 或者是有其他的商業用途 那你就可以直接考慮 對於終身授權方案的 其實這個價錢呢 應該是挺划算的喔 活越久 用越久 好啦 最後呢 當然也要感謝各位把影片呢 看到這邊啊 確認現在要告訴大家一個 好康福利活動喔 記得起 只要你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我想要變身 然後這邊留下你想變身的角色 譬如我想要變身 小小兵 或者是我想要變身 川普 確認順便看一下 大家最想變成什麼樣的聲音 留言之後呢 確認就將在這個活動截止日呢 充出兩名幸運的觀眾 這樣可以直接免費獲得專業版的授權碼 只要動動手指留言 就有機會可以直接獲得喔 大家就踴躍參加一下吧 好啦 那我想今天的影片 到這邊就結束了 最後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不錯的話 可以到下方點個喜歡 想持續關注我的頻道呢 記得按下鈴鐺訂閱按鈴 我是Q全 我們下部影片見喔 掰掰 掰掰 sarcasm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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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